Among Us 石头剪刀布模式 欢乐来袭 游戏规则很简单 在开始之后会在所有玩家当中挑选出一名猜拳狂人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在飞船上找人玩猜拳 使用之后会在10秒钟之后触发决斗 就是用石头剪刀布游戏定胜负 决斗时所有船员都将会匿名在独立的房间内进行围观 那么酥调的玩家会被直接淘汰 此模式中没有报警 找战者通过猜拳来赢得游戏 船员通过玩成任务 或者在猜拳中获胜来赢得胜利 OK 这模式的规则太简单了 咱们直接进入游戏 我被选为船员角色 这也行吧 看看猜拳狂人会不会来找我决斗 咱们先去做任务吧 目前还不知道谁是猜拳狂人 不过我倒是还挺想让他来找我的 哎 小兰过来了 他会不会是呀 现在看谁都挺像的 哎 我被发起决斗了 看来我猜的没错 那就是小兰了 出什么呢 要是输了 我可就要被直接淘汰了呀 我出 不 诶 平局 双方都出了步 吓我一跳 太紧张了 继续做任务 顺便找找那个小兰 只有在猜拳中赢了他 才能获得游戏的胜利 又来了啊 不知道谁被发起决斗了 现在没我的事就静观其变 完了 船员出来捡刀 啊 是玉尔丫头 她也太倒霉了吧 走 让我们继续找小兰 她还在假装做任务 身份都暴露了 我说你就别演了呗 在他周围露面 按照常理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会来挑战我的 看 我猜的不错吧 咱得把握住机会 一定要赢了他 出什么呢 第一把他出的布 第二把他出的石头 嗯 这也没什么规律啊 算了 一切看命 赢了赢了 猜拳狂摩 你这也是空有其表吧 再来一局 看看能不能匹配到 哎呦 总算是轮到我了 走 先去溜达溜达 在此模式中 内鬼可以做假任务 用来掩盖自己身份 但任务条并不会增长 可以发起决斗了 随便找个人 OK 第一个 小宗 来 试试我的运气如何 那咱们就直接出这个石头 赢了 嘿嘿 再见了 小宗 看来我今天的运气还不错嘛 等等技能 再去找下一个船员 哦 我需要挑战九名船员 并且还要赢得猜拳 才能获得游戏胜利 这 这是不是有点困难呀 我要打十高 技能好了 抓紧找个船员 小粉 那就你了吧 来决斗 这局出 出什么呢 那就 不 哎哟 又赢了 大兄弟 承让承让 这连赢了两局 让我的士气大涨 快去找下一个 趁现在运气在我身上 赶紧多刀几个 来吧 浪哥 咱们兄弟俩来切磋一下 上两局分别出了石头和布 那这局就 剪刀 最简单的套路才最为致命 正所谓最危险的想法 就是最安全的想法 嘿 平局 都出了剪刀 真不愧是兄弟呀 确实默契 那咱就 再来 还是挑战浪哥 这次随便出 我就不信还是平局 哪儿 啊 这就尴尬了 又是平局 行 浪哥你这成功勾起了我的圣护玉 今天我就盯住你了 不是你 就是我王 兄弟呀 我去 浪哥躲在玉儿的身后 看来是怂了呀 他是想让我向玉儿使用技能 那 你就小看我这狼人杀高丸了 来 这都第三把了 我就不信还能平局 我出剪刀 一切听天由命 哎 赢了 浪哥呀浪哥 总算是把你刀掉了 这模式对我好像没有什么优势啊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才刀了这么几个船员 走 再去晃悠晃悠 等等技能冷却 就你了小兰 现在我也无所谓输赢了 没有任何套路 初步 啊 又是平局 这 这想刀个人 太不痛快了 秀尔在医疗室 那就你了 在这等会儿技能冷却 来吧 浪哥已经被我送走了 看看你的实力如何 这局出石头 漂亮 直接带走 可以宣告无敌了 大家请叫我猜拳之神 继续来 下一个小石头 名叫小石头 该不会猜拳也要出石头吧 那就出布 嘿 我猜的果然没错 简简单单没有任何压力 怎么玩着玩着我感觉 这局游戏说不定还能获胜呢 再来下一个玉儿 就等着被刀吧 呦 慧哥 你也太狂了吧 这赢了几局猜拳 就认不清现实了 千 反正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上局出的布 那这局的话 我还出布 完蛋 玉儿把我赢了 哎呦喂 这个就是神嘛 也不过如此嘛 要是早点遇到我 你肯定活不到现在 嗯 嗯 OK 那么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想伙伴们喜欢的话 就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